一场疫情席卷全球 对于悉尼地产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2020年初的时候 有很多的测评机构曾经预测 悉尼的地产由于疫情的影响 可能会下跌7%到15% 那经过一年的时间的验证 整个悉尼市场到底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吧 首先从这个房价市场来看 总体来说 独栋别墅它的整个市场的涨幅 要好过公寓的 那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澳大利亚的悉尼的独立屋的中位价 已经突破了120万的大关 那这个也创了四年的新高 相对来说 如果是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密集的公寓地区呢 反而它的增幅呢 受到一定的影响 当然别墅区域增幅比较好的 不外乎是海滨区域 还有就是价格低洼的 可负担性强的一些区域 比如说悉尼的Raya这些地区 还有呢就是比较远的Central Coast这些地区 那在租金方面有什么影响呢 租金方面相对来说呢 人流跟之前是一样 如果是固定人口常住的这些地区的别墅 它的租金没有出现下降 反而是有一定的增长 但是呢之前比较受人追捧的 比如说留学生聚集的这些流动人口密集的区域的租金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那对于购买者人群这部分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疫情之后呢 悉尼地产市场它的购买者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呢 它是高净值的豪宅买家 第二类就是一些首饰资业买家 第三类呢 是downsize的大屋换小屋的一些买家 那据数据统计啊 这个悉尼地产市场的豪宅市场 也就是一些特殊的带景观的稀缺性的物业呢 在去年一年的疫情当中呢 受到了全球的高净值人士的追捧 所以呢 它也就成为了一个全世界少有的 在疫情情况之下 豪宅市场还出现销量增长的一个地区 那在首饰资业买家呢 它的出现进入这个市场 是由于政府的一系列的纾困的这些政策 有利于首饰资业的一些大力的这个补助的政策 让这部分人纷纷地涌入市场 那downsize的买家 当然是由于他们大部分是 由于是退休人士 他们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所以呢 他们也想趁着这个市场的低位的时候 能够进入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